进入了这个职业的赛场呢 今年到PRG我算是新兵啦 我算是新人 所以我刚加入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 我还有很多的苦头等着我 因为各球队都那么强 也就是说训练的准备 不管说是百分之百 但是呢我想已经在进步当中 往好的方向再走 往好的方向再走 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我们也朝着一致的目标 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hmael maid 中文采 我认为他比赛的冠军 我认为他比赛的冠军 我认为他很高兴 他想要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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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他很高兴 我希望他最好的一切 我期待他看到的一切 我认为他很高兴 我已经有很好的关系 我认为我的队友和我的队友 我认为每个人都在这里 他们都很高兴 我认为他很高兴 我认为他很高兴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一切 我们的新招式 我们的表演是很高兴 我们的表演是一种不同的 但我们的表演是很高兴 我认为他们是很高兴 我们的表演 我们要务者 这是在表演的一切 所以我们能够帮助 我们的表演 啊 我们的表演 我认为他们 心上的表演 你说我们要稍息 我们要来吃 一年 我們都很努力 我們每天都要準備好 來練習、努力、做得好 我的目標是贏了這麼多遊戲 幫助我的技術 目標是成功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多的不一樣 因為人員的調動也不太大 畢竟成員也都還算年輕了 那還是以多去鼓勵 然後去告訴他們經驗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快速的在場上有很好的發揮 其實今年有進來的新秀 不管是外籍生或者是本土也好 他們都很努力的在學習 換到職業場上之後 該注意的事情 不管是場上或是場下 那我覺得他表現都不錯 那至於洋將其實都配合過了 那像卡貝爾他來了也是 因為他也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球員 那我覺得來了之後 其實跟大家磨合沒有太大的問題 跟柯爾秋其實 因為合作過了嘛 那當然 在電賽越龍合作一年的機會 那其實以前我記得在 好像中華隊 白隊的時候也有跟他合作過 那其實對他的指教方針 不會太陌生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都可以 很互相的做有很好的溝通 然後也可以互相傳達說 大家希望的在場上 不管場下希望的指令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 對我們來講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基本上我對自己 是沒有什麼太多的目標 還是主要希望可以身體健康 打完整季 那幫助球隊可以進入季後賽 因為進入季後賽 這道球技成軍到現在 我覺得都是我們一個 非常重要的課題這樣 但在技術上 我認為有一個大分別 因為在專業的隊伍 這就是什麼 你花費用來做 所以你必須 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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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 最多的時間 就是 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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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長範圍 我做了很多工作 我做了很多 我可以幫助我的組織 每一個人做得更好 我的教練 教練說了很多 他說 當我玩對外國人的選擇 我可以玩到四個位置 但我可以玩到五個位置 我可以玩到五個位置 我可以玩四或五次,我可以玩五次 他一直在说,我可以玩我的手机 但可能在未来,我可以玩三次 所以,你只会玩确实,你能够准备 真实,他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永远不准备 所以,我相信他可以做好事在这个阶段 有很多人,很多球员,外国人 也有很多人,我的同志 也有很多人,我的同志 也有很多人,他最有趣 他最有趣的男人,他最有趣 我自己的目标是 我希望在这季节上,我们可以帮助 各个球员,每个球员 每个球员都很重要 玩得很好的阶段 也要赢得很好的阶段 也要赢得每个球员都很重要 也要赢得每个球员都很重要 每个球员都很重要 本土的外籍生 再来洋将的归队 所以现在的准备期呢 不敢说做到百分之百 但是呢,我们每天很努力的 在凝聚力很高的气氛之下 完成每一次的训练 也就是说训练的准备 不敢说是百分之百 但是呢,我想已经在进步当中 往好的方向再走 往好的方向再走 球员透过一些训练之后 他们也得到了很多的自信 再来本土跟外园呢 老外呢 大家的这个凝聚力跟配合度 都非常非常的高 这赛季呢,选择凝聚力特别好 大家训练啊 或是打一些练习赛啊 大家的氛围都比较高 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我们也朝着一致的目标 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跟正如、跟南模 再续前沿 我们还是很有缘分 过去在玉龙 或是在更早更早 在光华队 到现在的钢铁人 我们又合作在一起 正如是一个 其实他的外表呢 是很亮丽的 就是很南模嘛 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球员 他的球技跟他的外形 是很搭配啊 就是 怎么讲 我们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因为过去我们的合作呢 大家都很专业 南模也是很专业的球员 在碰到专业的教练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有一个眼神 或有几句话的交流 我们就可以合作的蛮好的 这方面我们进行的很顺利 进入了这个职业的赛场呢 今年到PRG我算是新兵啦 我算是新人 不过职业的赛场呢 并不陌生啦 并不陌生 很兴奋 进入这个比较高的娱乐性 娱乐性价值比较高 富有观赏性比较高 的一些联盟的赛事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难度变高了 比赛的工作的强度变大了 所以我刚加入的时候 就说过一句话 我还有很多的苦头等着我 因为各球队都那么强 各球队的球员都这么杰出 球赛的张力是那么大 所以说以后的比赛 我的工作会比较多 而且压力会比较大 OK 谢谢